黑色显瘦是不争的事实,而黑色吸热,也是我们在课本里就学到过的知识,那么作为黑色控的妹子们,怎样在炎热的夏季里,穿黑色衣服既显瘦又凉快呢? A妹简单地总结了一下,在夏季,黑色衣服兼顾显瘦和凉快的方法有四种,一,尽量多露皮肤二,款式宽松三,面料轻薄透气色,与其他清爽颜色搭配。 尽量多露肤。没有自信穿掉贷款的妹子,那就选择有秀款的T恤,或者连衣裙。这样的款式,虽然遮住了大部分身体,只露出胳膊和颈部,但是我们选择宽松的版型,依然不会觉得很热。 那是因为在身体和衣服之间保持有一定的空间,能形成空气对流,如果出了一点怕水,这些对流就会蒸发汗液带走热量,反而会感到凉爽。 这种紧身款的黑色T恤,由于皮肤与衣服之间缺少空隙,相对于宽松版型来说会热一些。但是它更能凸显身材,身上没有坠肉的妹子都能穿出美感。 面料轻薄透气。与其它清爽颜色搭配。比较清爽的颜色有很多,白色、淡蓝色、淡绿色、鹅黄色、米白色。 如果觉得全黑造型视觉上有闷热的感觉,我们可以协调一下,选择清爽颜色的单品与黑色搭配。而当这些清爽的颜色与黑色搭配的情况下,建议将黑色放在下半身,在视觉上黑色的重量比较重。 上青下重的色彩搭配比较平衡,不会有头重脚轻的感觉。我是喜欢研究穿衣搭配的Amy,喜欢我的文章或穿搭方式,请关注,点赞,转发,我们可以一起学习,一同美下去。